一直以来 我和我爸的关系 都是靠我妈来连接的 西文 然而 我十岁那一年 我妈病得很重 直到我妈去世 她都没能及时赶回来 从此以后 我和我爸的连接就断了 是我小姨把我带大的 这些年 在我最需要家人的时候 她从来没有管过我 所以 我已经习惯了和她互不打扰 过各自的生活 你好 我们这里是康乐疗养院 我姓吴 有个事情得通知你一下 你父亲半年前确诊了 阿尔茨海默症 之前他一直不让我们通知家属 但最近他的病情恶化了 我们希望你能尽快回来处理 就在我纠结 要不要回穷海的时候 刚好你忙忙壮壮地出现了 我对自己说 如果你拒绝开车送我回穷海的话 我就正好有了不回来的借口 但是我没有想到 你不懂拒绝的毛病这么严重 虽然我已经回来了 但是我到现在都还没想好 该怎么样去面对它 从小到大 它的存在和不存在 对我来说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全殿下的父母 就没有不疼爱自己孩子的 你说这话可就绝对了 再说了 他这个病啊 也不是我回去就能好的 只不过是为了让我良心 不痛罢了 王作家 送我本书吧 王作家 你是不是喝酒喝傻了 还发起疯了 没有你疯 你说什么 我不到你 这些天的相处 我觉得冯天兰是个很真诚的人 但是他跟我绕来绕去 一直不肯提昨晚的事情 我想他可能自己也没想明白 他说的喜欢 到底是意识性情 还是真心话 但是我已经不想强求这些了 至少 欺负他的这段时间 会挺快乐的 叫你闹 或许多人 啊 哎 怎么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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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哎 怎么了 嗯 没事吗 呀 你们两个人 人怎么穿成这样 管那么多 你去哪儿啊 约会 约会 这么晚了 你不是单身吗 我这么大年纪了 要你管 对了 这两天你们两个人要替我 好好照看客栈哦 我不在的时候 如果有客人也要好好照顾哦 我过个一两天就回来 你会做饭吗 会 会 我 又书稿了 没 不是书稿 这不是刚洗完头发吗 海风容易吹干一点 干把水刺到我身上了